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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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EMPLUS的优仔工货 早上英超会在8月12日就开启了 今季是特别早的 看英超之前, 大家也要更新一些消息 在英超错会方面, 今季将会实行一个保时的情况 会保很久, 保得很足 情况好像世界杯那样, 随时会出现双位数, 保十几分钟 最经典的例子, 刚刚过去的世界杯英格兰对伊朗 曾经整场波加上保时, 接近82分钟 117分钟, 保得很足 所以大家来看英超有个心理准备 随时没有加时的英超 但可能会打到110, 110多分钟都不足够 赛会基于他们的原因就是 他看看数据, 英超或者英格兰足球方面 比赛运行的时间偏低, 觉得不足够 还有现在庆祝, 净哩夸, 很多东西都比较 令到实质比赛时间比较少了 现在要保得很足够, 可能是双位数起跳 这方面我自己有一些保留 首先, 我觉得这个条例有什么想法的好处 第一, 他们会觉得公平性 第二, 会觉得希望长波会更加有娱乐性 甚至乎时间多了, 是否多波入呢 我觉得未必是 首先, 近年你都见到这几年 那些球员呢, 球员呢, 球会, 可能要打欧洲赛 兼顾, 加上国家队 那些伤皮, 其实都好像见到他们几年都没有投过 那样, 有些伤皮也影响了表现 也都很容易受伤 例子, 譬如说, 这几年的哈利简利 孙清敏也是, 你都见到 所以都很担心, 虽然球员身高厚职 但始终落场的表现都很紧要 容易受伤, 会不会增加到危险性等等 第二样东西就是那个娱乐性 我会觉得, 保得这么夸张 会不会有机会是 到时会多了很多的垃圾时间 反而长波不好看, 拖慢了比赛节奏 还影响了球赛的养份 另外, 会不会有很多些 就是说, 超多角球棋战术等等的情况呢 所以我不觉得因为时间长了, 会好看了 反而担心节奏各方面, 那个场波的可观性 可能会降低 另一方面, 你说会不会 加足一些, 会好看一些, 公平一些 如果是真的这么机械化, 这么操作式 计得这么尽量的话, 那你不如按标 对吧, 球赛节奏, 你让他按标 那就更好 所以我不太认同这个做法 因为我始终, 譬如你说 在现金足球里面 没法否认, 加入了一些科技的协助 那些运动科学, 比如VR 希望维持球赛的公平性 我可以理解的 但是你说去到这些 我不觉得会帮到场球赛 反而有机会弄厚反转 所以大家有个心思准备 未来今季开始, 英超在保时方面 你不要想着92, 3分钟就完蛋了 不是的, 可能会双位数起跳 大家看看今季, 季初用了这个 特长保时的条例 看看效果是怎样的 一切多谢大家 继续支持我们安博体育传门 下次见